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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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胡博士 那么我要特别跟朋友们大招呼 那么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 跟我还有跟胡博士 一起来聊今年总结 今年2020年 好胡博士 嗨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OK好 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节目非常特别 因为新生活报之前 他在12月21号到25号 有举行线上的网头 呼吁民众去投选他们的 2020年的年度人物 那么在进入这个年度人物之前 在今天晚上 那么新生活报也做了一个 网络的调查 就是要参与的朋友 一起来关注 到底2020年对你是个 什么样的一个年份 然后他就有提出了 这个疫情学习跟进化 那么看节目的朋友们 你们就可以投票了 然后我们在9点45分之前 Close 然后跟大家分享 到底你们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OK 我们回到2020年的年度人物 那么新生活报 他列出了十个人物 我这里就先把这十个人物把它给念出来 第一是前首相马哈迪 第二是现任首相慕尤丁 第三是卫生部长 乌统的阿汉爸爸 第四 卫生总监 Norvisham 他是公务员 他不是政治人物 OK 那么第五是国会反对党领袖兼 西盟主席兼公正党主席 安华 第六 是另外一名前首相 纳吉 第七 那是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底下 第八 阿富裕三国是非常熟悉的 沙巴前首相部长 他也是沙巴民进党 瓦尼山的主席 沙菲伊 那么第九 是前线人员 这里的前线人员 并不局限于医护人员 还包括了 在前线站岗的军警 还有其他的服务的人员 那么第十就是在野党议员 那么在我们讨论之前 阿华哥有准备了一个开场白的视频 来 华哥请播放 OK 刚才看过了那十个的年度人物 现在要来揭露了 揭晓这个成绩 那么我们先从第三的开始吧 那么第三呢 这一个投票的结果 其实我有点意外 他是 这前三名当中 唯一的政治人物 而这名政治人物呢 不是前首相 也不是现任首相 而是沙巴的前首席部长 夏菲伊 瓦利桑的这个主席 那么胡博士 你怎么看呢 为什么 当然我自己作为沙巴人 当然对于 就是说你刚才也说的 就是说在前三名的 就是大家投选的风云人物里面 五一的政治人物 竟然会是沙巴的政治人物 然后也是前沙巴首席部长 这个夏菲伊 我想这可能的 很坦白说反映了什么呢 这主要是我看我们投票的这些观众们 当然多数是华人观众 那么华人观众的很多时候 可能也希望看到政治上 有一些新的这个气象 当然对于现有的这个政府 很坦白说是一个 比较 就是说关注于单一族群 单一宗教这样的政府呢 我看很多华人朋友心里面 是不太高兴的 可是你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又能够怎么办呢 另外一边乡 你会看到这个时任的 这个反对党领袖 这个安华 有好几次的说可以 有足够票数 推翻这些政府 到最后要不就是受杀 要不就是还是功亏以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会看到可能有些 有人说前首相马哈迪呢 前首相马哈迪 又有些很多华人 我觉得又觉得说什么 他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什么这样的东西了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能就希望真正有一个新气象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看到这个Shaffee的出现 Shaffee在之前坦白说并没有引起 我看很多西马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个注意 尤其他这么多年来 他之前担任巫统的部长 所以大家当他也只不过是巫统 众多的部长里面的其中一个认为 可能认为都是马来人 这些都是对华人 可能都不是那么好 讲到直接一点 那么可是 后来大家在他被前首相纳吉开除之后呢 开始发觉到有几点 第一 Shaffee不是马来人 Shaffee是一个回教徒 可是他肯定并不是一位马来人 那么那么可是他就说 他说之后呢 他是不肯跟这个慕尤丁啊 跟马哈迪啊 共组这个叫做 就是土团党啊 而是选择在沙巴 组成他的这个叫做明星党 而明星党大家要注意一点 是一个多元种族政党 不是一个单一种族政党 政党啊 不是好像土团党那样 所以那么过后 他在2018年又引起了 沙巴的这个周选举嘛 然后最近呢 我们看到在沙巴的这个周选里面呢 有一个口号 我想使到在西马的很多 坦白说非马来人都非常感动 他在沙巴的各大的这些城市里啊 乡村里啊 小镇里各大的这些交通十字路口 都有大的标语牌 那边有沙巴的肖像 然后旁边写就什么 We are here to build a nation Not a particular race or religion 我们来这里呢 是要建设一个国家 而不是单一的族群 或者是宗教 这一点我看事实到很多 非马来人呢 心底里可能就蛮感触的 包括好一些西马的朋友们 也这样跟我说 所以当大家后来 虽然Shafi在沙巴的周选里 是失败了 是失利了 可是我看很多的西马 朋友们可能也觉得 倒不如由Shafi来试一试领导 这整个反对党的这个阵容了 因为大家可能对安华有意见 对马哈提有意见 那么试一试给Shafi来领导了 OK 好 这个是胡博士的一些解读 那么这里再次提醒在线上的网名 呼吁大家记得要在那边投票 就是2020年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到底是疫情呢 你最关注的疫情还是你都没学习 还是你觉得说很惊慌 那么记得要投票 那么说回我自己对Shafi的一些看法 那么其实因为之前我都一直在前线采访 那么Shafi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不会当时他是在巫统 OK 当时是他还没有成为 第一位来自Shafi的巫统副主席 那么在之前呢 他是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 我记得说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呢 是政府刚刚推出这个国民服务 就是这个PLKN 那么几次采访了后来呢 他从副部长 然后是申认为政部长 做过贸销部长 然后做过乡村区区域发展部长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当他还在巫统的时候 他的这个Shafi的这个形象 并没有特别的这个特殊 但是他又跟西马的一些巫统的领袖 又有一点点不同 特别是在巫统大会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些巫统领袖 全国籍的领袖 他们的True Colors 给他们真正的这个颜色 特别是在他们辩论 或者是在他们总结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说哪一些领袖 就会特别把这个马来人万岁 吉东来游 或者是那些民族主义很强的这些论述 挂在嘴边 但是Shafi Eta就没有说到 太过强调马来人的这个色彩 虽然他是巫统的这个老三 算是巫统的这个副主席 然后他被纳吉开除之后呢 他的这个沙巴的色彩 就变得更加的这个浓烈 然后他没有跟老马一起共煮这个股团 也让西马的一些朋友都觉得很意外 包括我自己也觉得 因为我在熟悉说 沙巴的那个整个政治的情况 那么之前大家都觉得说 他应该会跟老马应该会跟慕尤丁在一起 因为慕尤丁跟他都是同样被炒迷鱼的 一起在一起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又没有他反而自己成立了这个瓦里山 而且他瓦里山的No.2 群的一个大将把他给拉过来 然后一起组织这个瓦里山 当然还把沙巴的行动党的一些领袖 不过去了解这些领袖可能是在沙巴里面 不属于主流的吧 或者是寓意不得知的之类的这个东西 或者这些设计内部的派遣我就不谈了 就是我对沙巴里的这个从以前他在乌桶 然后后来他被那几炒鱿鱼 然后他没有共煮这个土团党 然后到后来他自己成立这个瓦里山 可以看到说他确实是有他的这个政治的谋略在那边 那么私底下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 都讲说不要看小肥伊的人他的高度不高 但是一再一多改 就像邓小肥伊像这一个另外一个法国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了吗 也是爱爱的 萨克奇啊 萨克奇 不要看不要看清这些人他们好有改喻哦 这个呢就是我对小肥伊的一些看法 确实他在乌桶的时候 他没有特别突出他的那个族群的这个颜色 族群的这个色彩 可能他在沙巴的这个因素吧 这个是我的看法 胡博士林呢 OK 我我觉得是这样 很坦白说在他以前在乌桶的时候 然后我们对他可能也注意力不大啦是不是 那么刚才你对他的一些观察 的确连我是沙巴人 我都觉得很意外很惊讶啦 就是他在西马的一些表现 没有像无其他武统领袖啊 这样的整天高喊什么族群的一些权益 这样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还记得两年多以前当西门上台哦 因为萨克奇也跟西门合作嘛 你看你注意啊 萨克奇那时候跟西门他并不属于西门的一部分 他的明星党啊 而是他的明星党和西门在联邦组织 联合政府啊是不是 我们又听到什么霹雳要组织联合政府 其实那时候都有了 明星跟西门组织联合政府 那么在联邦的那个内感分到三个部长位嘛 是不是 你看分到三个部长位的情况下啊 他假如我没有记错啦 是有九个国会议员喔 九个里面啊 七个是这些穆斯林啦 其实不是马来人 不过是穆斯林土著啦 然后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 Daryl Liking是Gadasana是不是 然后一个华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就是这个已故的刘伟强啦 如果没有记错吧 有没有上过这个节目啊 我七月份的时候也跟他上过一个节目啊 你看啊 当时他们分到三个联邦部长位 你看他怎么样来分啊 假如我们想至少两个是穆斯林 然后一个可能是华人或Gadasana是不是 他不是的 他make sure三个部长位里面啊 一个穆斯林土著 一个就是那个理由部长 大家对他的那评议可能不太好啊 那时候的理由部长 然后第二呢就应该说 Daryl Liking咯 而且是做到这个联邦的这个 冒工部长啊 然后第三呢就是刘伟强咯 管法律事务的咯 也受到马拉提医生的重视啊等等 所以你看make sure啊分到三个 然后三个来自不同族群啊 这一点我看也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啊 就说这才是马来西亚啊你知道吗 你看我讲话的口音啊 会一直不停的用拔拔 像我们沙巴人的那个口头禅啊是不是 可是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一个 所谓以前纳吉讲什么一个马来西亚啊 这样的东西啊 那这种才真正表现出一个马来西亚啊 也打动了很多非马来人的心啊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沙菲伊他应该是被低估的这个蓝筹股 就是被被被看扁的 没有被注意的这个政治人物 当他在担任沙巴首席部长的时候 他的这个光芒开始慢慢的显露出来 那再加上现在整个西盟出现各种 各种不同调的情况之下 当西马的朋友厌倦了西盟的那个模式的话 当他要选择一个折中人选的时候呢 可能沙菲伊他就有着他本身的这个特质 因为他有联邦担任过部长的这个经验 同时他又有治理沙巴州的这个经验 那么其实在2018年之前呢 沙菲伊他的这个政治的舞台 他一直都是在联邦 他不曾担任过沙巴的州议员 或许这个是因为沙巴还有另外一个山头 就是慕萨 所以他就一直都在中央一直都在联邦 所以联邦的人对他其实并不陌生的 并不陌生 他担任过这个贸销部长 然后也担任过乡村地区发展部长 那么更早之前是国防副部长 所以他的这个从政经验 他有联邦也有这个州政府的经验 所以他会是一个明年2021年受看好的一个政治融合 这里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接下来的发展会怎样 就是明信党这个西度来西 因为过去看回去过去之前那些西度的经验 比如说PBS 然后萨拉越有那个张庆幸的这个民进党 似乎都没有太大的这个周围 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想要问胡博士说 到底这一个明信党他西度他来西马 对沙比义壮大他的这个势力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呢 还是会像这个PBS一样 就是最终欲不得志又退回沙巴 我也必须很务实的来说 你知道西马与西马政治生态 沙巴有沙巴的政治生态 是不是 你一个沙巴的政党 如果你要过来这个西马发展 首先我们分享在非马来人族群里面 非马来人其实我看现在大多数也还是支持 比如说这个公正党 或者是这个叫做民主行动党 是不是 你要跟公正党跟民主行动党抢这些支持者 我觉得那难度也蛮大 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支持了这个行动党 公正党支持了蛮多年的是不是 然后另外一边呢 你作为一个 你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 你当然也要有坦白说 这个马来人的支持度 是不是 马来人在另外一边 我看也很困难 就说绝大多数应该还是会支持要顾武统 要顾伊斯兰党 那么剩下的那些呢 可能也就走去支持这个土团党 因为看起来现在整个架势是西马的马来团包 可能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我们是指出 不是建设单一族群不是建设单一宗教这样的口号啊 然后你继续跟西马的一些现有的一些反对党合作咯 不管是公正党啊 行动党啊等等 然后大家可以的话 不是喝阻一个政府咯 是不是 那么喝阻这个政府的时候 大家某种程度上都是蛮平等的 因为现在的时事跟以前不同了 不是什么单一的某个单一政党啊 独大这样的情况了 你看Mohidin的议席这么少都可以做首相嘛 是不是 所以就说你应该是朝着这种方向说 你自己的党身跟伊斯兰兰 然后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领袖了 我们有叫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什么好像加拿大的这些郡 我看郡半个世纪来他的这个总理啊 几乎有不成文规定 加拿大是英语为主国家 可是也讲法语啦 一些小的省份魁北克啊等等 可是他总理几乎都来自魁北克啊 包括现在的这个总理这个杜鲁道 小杜鲁道啊 还有他的爸爸老杜鲁道 名字都叫杜鲁道 这种法国名的 是不是 所以都是有过这样的例子的 不一定说你来自一个 相对人口比较少的州啊等等啊 你就做不了首相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可以值得Shaffee参考一下 深耕自己的州 然后跟联邦其他政党合作了 那么我们聊过了这个小杜鲁道 我们就从第三名去到了第二名 这个第二名相信大家对他非常熟悉 他也应该是马来西亚最红知名度最响的公务员 那么其实马来西亚No.1的公务员呢 并不是他No.1的公务员严格来讲说应该是KSN 其实可多斯业说他能够让政府首席秘书 那么这一名公务员呢 他是来自卫生部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他就是卫生总监No.1 他获得这个新生活法网民 从头选为排名第二的年度官 年度人物 那么他当选为这个 以亚军来当选 其实是当之无愧 因为从1月当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 他就一直站在最前线 然后每一天都召开记者会 汇报疫情的情况 那么从最早期的这个疫情 到监中的这个防疫的措施 然后到现在呢 就关注疫苗的这些进展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之深的卫生总监 那么他经历了三朝的这个政府 从之前国阵时期的卫生部长 Supramaniam 然后到西蒙时期的卫生部长 Zuki Fli 然后到现在国盟时期的卫生部长 阿罕爸爸 所以针对他的这个东西 我相信也没有太多的这一个讨论 也可能我们会漏掉一些东西 那么胡博圣你觉得说 诺云像这一号人物 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想 我也说的 我认为比较中肯一点 然后像的各种医学成就 他领导我们的公共卫生服务等等 这肯定是日人以来做得比较好的一位 那么可是他作为一个好像变成一个公众人物 受到很多人支持等等 这个很坦白说 就好像以前我们中学辩论的时候 我们说英雄造时事 还是时事造英雄一个正反一个反反 那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时事造就了英雄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样的一个人物了 因为很坦白说 主要为什么会那时候推他出来 这位政府在这个防疫方面的 这个主要的发言人呢 主要就是也在这十大名单里的另外一位 就是这个卫生部长叫什么 阿姥巴巴还是什么 你看他名字我都不记得 这证明这个人阿姥巴巴什么这样的东东 你看证明这个人是多么的没有在人家的印象中出现的 这主要是因为他觉得他做人 可能他的各种举止比较轻挑一点 是不是 你也可以说是亲民 像他示范那个讲喝温水那东西 你也可以说他可能也是一番好意 他也是医生嘛 也是亲民嘛 可是给大家看到就变成很轻挑了 是不是 对结果被大家大骂 然后我们我们的政府就把他 其实就把他冷藏起来 讲到直接的用我们香港的那种电影的那种俗语 把他冷藏起来 然后就推出这个就说这个卫生总监来作为代言人 那么大家每一天可能都很担心说 就说今天的那个疫情会比昨天高啊等等 然后这个疫情的数字就由这个 这位卫生总监来宣布 所以大家对他印象可能就 比较省一点认为他比较伟大等等 那么好帅的时候啊 当我们看到比如说疫情渐渐好转的时候 比如今年五六月的时候 看起来疫情下降到很厉害的时候 大家的确把它捧上天啊 可是我来看到疫情比如说又回弹到现在 一千多两千这种这样的情况啊 我想很多人对他的好评也足迹 不敢说对他有恶评啦 因为坦白说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啦是不是 可是对他的好评的这个数目可能也略为有所下降了 我其实很好奇啊 既然你把那个十大这个候选人里面 放进这个卫生部长 其实有另外一位可能是漏网之余啊 不要忘记每一天除了这个No Hisham在宣布之外 是还有一位啊 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啊 这个 Ismail Sabri 每次混淆他的名字跟另外一位部长叫Sabri Chi 每次这两个人我怕谁是谁啊 Ismail Sabri也每一天也是出来宣布嘛 有什么新的措施啊等等啊是不是 可是就说很奇怪哦 大家对他又好像没有特别的特佳的印象啊等等 我看主要是因为有个政治包袱啦 因为他来自巫统 然后坦白说尤其是我们非马来人啊 可能对来自巫统的政治人物啊 就是说在2月份通过后所谓的后门上台 印象都不太佳啦 所以连带啊同样也是每天出来做报告 讲的东西也很有substance啊 可不可以越州啊 可不可以又开不开通这个NCO啊等等都是要宣布的啊 反正不是Northisham啊是不是啊 可是这个又没有很多人特地的去参赏啊等等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了是咯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就像刚才我是你直接点中的那个重点就是因为政治人物 所有的这个来自出自政治人物嘴巴的东西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民众首先呢就先戴政治的眼镜来看之后呢 才看说他的这些宣布啊 他的这个言论背后所传达的是什么信息 民众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政治 你政治人物讲话一定有你政治的这个目的 有你政治的这个盘算 反而公务员的话呢 他的这个中立性就对比之下就能够马上的呃彰选出来 所以这也是Noyisham获得新生活报网名投选为No.2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就是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的就是前线人员 那么这个前线人员呢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一提到前线人员的话 就会马上的想到是医护人员 不过我觉得说除了医护人员之外 还包括其他的 比如说在马路上进行执打的这些军警 因为他们的这个付出 他们的这个努力的也不应该被默杀 然后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呢 就是前线人员 其实我们大家包括现在正在看直播的你 都是前线人员 那么政府把这个前线人员 把他upgrade 把他上升到全民 就是马来西亚三千两百万人都是 这个前线人员的意思可能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都有这一个共同的责任 一起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下来 而不是说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前线人员 全部推给这个医护人员 因为医护人员这一条线虽然他们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配合 大家的这个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在这个点上呢 先生我帮选出来的2020年年度人物前线人员指的呢 就是那些医护人员以及在前线付出的这些人士 那么湖国士有什么补充吗 其实是有一些补充的 我也可能在这里就第一次比较坦率的跟大家分享这些 一些小故事了是不是 那么其实从三月份开始MCO以来 以及后来比如说沙发疫情又更加严重之后 又再重新的基本上也等于是MCO的这段期间呢 我们前线的这些不管是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的情况比较更严重了 然后还有一些执法人员的情况其实也蛮严重 严重什么呢 他们那时候是切发很多的这种个人防护工具 比如说你作为医护人员 突然间有一个COVID的患者进来的话 是不是你是不是全身要穿到那种PPE 是那种防护医疾等等 那时候很坦白说有关当局是跟我们讲够的 这种东西没有问题的是够的是不是 可是很多医务人员在政府里服务的医务人员 我们就不讲名字了因为要保护他们 然后是私下跟这些非政府组织 就是这些NGO来说其实不够的 然后这些比如说在SATA的一些NGO是不是 我太太坦白说太太作为architect 你知道曾经改行在五六月的时候 对六其实应该是最近八九月的时候 临时改行变成这个PPE这种衣物防护工具 这种衣服的这种设计人 变成一个时装设计师是不是 然后设计出这些防护的工具 然后发动一些比如说一些落实团体 聋哑人士这些 然后大家漏夜的这些不停的缝制 好几百套的这些防护工具 寄给我们的医务人员 你知道医务人员多么长 又正会政府讲够 如果你公开的讲不够 你是打政府工的 你会受到几率对付的 对付的 所以他们私下在比如说在一些WhatsApp群体里面 跟那些非政府组织讲其实是不够的 然后非政府组织三星人士的捐助原料或金钱 然后一些落实团体在缝制 我太太在设计等等 然后大家就也勉强的把这个难关也熬过去 那么也不止这些医务人员多么 包括一些那些全线执法的 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有一些执法人员 也是私下跟我们讲 那时候你要戴那种透明的面罩 因为你执法那时候可能会碰到口水 那个也是不够 同样的我太太也是去设计 然后发动很多的这些NGO去缝制 来捐给他们 所以这种情况 我觉得政府要老实一点 就是够就够 不够就不够 不可以不够就应应所够 这是其中一点 然后也不要说因为全线人员 比如说透露这种不够的情况 就去严厉的去惩罚他们 这很非常的 这不应该的这个做法 那么当然就说 好像大家需要 就说保护好自己 也等于是防疫的重要一环 这一点可能也是很重要的 是吧 OK好 谢谢虎博士 那么这里再呼吁在线上的 那么现在线上有着700多位朋友 那么记得去Facebook那边去投选 2020年你的关注的东西什么是疫情啊 学习还是你那种感觉是惊慌的 然后我们会在9点45分的时候公布成绩 好那么我们聊了前三年 就是第一前线人员 第二就是卫生总监 诺余向 第三呢就是沙巴前首席部长 夏比亦 那么这三个呢 他们入围都有他们的这个原因 也有他们的这个理由 那么其实我在想聊一聊呢 就是其他落榜的这个人物 而且落榜的人物当中呢 有两位前首相 一位现任首相 两位前首相就是马哈迪 还有纳吉 那么另外一名现任首相 慕尤丁呢 他也落榜 那么其实这三号人物 他今年占据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媒体的 政治板块里面 占据了大部分的 不管是老马 不管是安华 还是慕尤丁 那么这三个人物当中呢 如果硬硬要选一名年度人物的话 那么伯伯斯你会怎么选 就是这三个人物里面你选一个 老马 慕尤丁 跟安华 你会选谁 哇肯定是慕尤丁啦 因为人家成功的上台做首相 是不是 你们其他两位 一位是不小心下台 是不是 另外一位要上台了很久 还是上不到 是不是 而人家一下子你讲他前门也好后门也好 人家是上到去做首相 是不是 而慕尤丁呢 坦白说我观察他这么多年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 那么 智峰在媒体工作多年呢 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那么主要就是 我觉得他身段非常柔软 怎么说呢 你看来你从他当年做这个 我小时候看的时候 他做的那个职位叫 柔佛州务大臣 是不是 柔佛州务大臣 你掌握一个大洲的这个行政也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是不是 然后突然间 因为党内的各种斗争 是把他名声暗将 把他调来中央做联邦部长 理论上好像是升级 其实是降级 总之给他做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位置 好像是农业部长 还是什么 那么他也OK 然后后来他在巫统党内就越来越高升 然后就担任一系列的什么各种部长 一直到最后做到这个副首相 然后副首相那时候可能也认为是顶峰了 然后因为反跟Shafi一起反这个1MDB 结果被Najib开除 开除了 也就只好下野 然后参加马哈地组织图团党 人家是做过副首相的 到马哈地上台的时候 分给他说 OK咯你去做内政部长 从副首相降到副内政部长 他也做 不是副内政部长 叫内政部长 他也做的 那也没有问题 也去做部长 然后到今年2月份 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做首相 他也一下子上去 所以你看他的师徒是高低起富 他的身段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我想这个所谓柔软的身段 其实也是他的政治上的成功的 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就使到大家认为这个人是可以商量的 那么就看大家怎么样 英文所谓give and take 你可能赢了一些 我可能也赢了一些 看大家怎么合作 所以这一点其实从慕尤丁身上 我们要学习在政治上要放软身段 不要一下子就严厉谴责 永不跟X党合作 然后只跟Y党合作等等 到时你死死不够位的时候 你要跟X党合作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值得大家参考 是咯 OK 吴博士你也是很幽默 亦有所指的指X党跟Y党 那么其实慕尤丁他的从政身上 确实是起起伏伏 他之前最高峰 不是讲最高峰 之前最风光的时候 应该是1993年 当他跟安华一起组织 红院队伍的时候 当时安华就把嘎巴巴干掉 然后就成为了务统的属里主席 然后就官拜财政部长 而在那个时候 三名的副主席是非常风光的 而其中一人就是姆吉林 他当时应该是柔佛州的州大臣 那么另外两位副主席 一个是Najif 另外一个是Mumatak Mumatak是雪州的州 雪州的州务大臣 那么之后慕尤丁的 这个氏族并不见得特别的顺利 我记得我还在大学的时候 那时马来西亚在1998年 举办共和联邦运动会 这个 共和联邦运动会 Supran Commonwealth 然后那个时候的旅游 不是旅游部长 那个时候的体育部长 清体部长就是Mumatak 当时清体部长一直以来 都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来的 但是他接受这个官职 然后当时是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当时他在 武统党选的时候 他输掉了 副主席的这个职位 所以马哈迪就有 一个很好的理由 把他在内阁的 这个部长的这个职位 把他降到一个 没有这么吃重的 这个部门 那么之后 他又重新回来 他担任过这个 茂销部长 然后农业部长 然后茂工部长 然后教育部长 然后副首相 那么他给媒体的这个感觉呢 特别是有采访过他的 我感觉就是 他是一个非常严肃 然后没有什么幽默感的 这个人之外的 就是一把一眼 然后他不会跟你耍太极 然后他也不会特别的是 跟媒体有比较轻松的这个互动 虽然他以前掌管的部门 都会有每年都会有这个 媒体的日 就是跟媒体一起打交道 一起 他当然始终给人的感觉都是很严肃的 包括实底下 莫尤丽有几次 他跟媒体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都有讲说 我知道你们一直讲我的眼 好像很严肃一样 讲我不爱笑 但是我就是这个样子 OK 他就是这样 他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样 不过有一点很不同 当他在今年三月他成为了首相之后 他似乎是脱胎换骨 他过去的那种严肃的形象 那种不跟人家打 不能够讲不跟人家打 就是很严谨 很严肃 很严谨的那种形象 之后完全没有了 包括他之前他在西蒙时代 他当任内政部长的时候 他同样的也是很严肃的 但是他一成为首相之后 那整个感觉就不同了 可能是他公关团队很厉害 把他打造成阿爸的 就是老爸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品语尽人 如果你不听话的话 就拿腾片来说你那种感觉 所以慕尤丁的这个首相的这个形象 跟他之前他还没有担任首相 包括跟他之前在国政时候 担任副首相的那种感觉 是很不同的 他他的这个担任首相之后 可能为他的这个政治生涯 注入了另外一股 我们外人不知道的这个 不知道什么的这个元素 让他有脱胎换骨的这个形象 那么媒体朋友给他的那种感觉 对他的感觉也相当不错 这个是看到很大的一个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我所观察到的 OK 那么这里 我们选一些网友们的这个问题来回复 OK 那么这里看到几个看到 Kelvin H. Brown Kelvin H. Brown有提很多问题 那么我这里就挑几个问题 来回应一下 OK 那华哥就放一放 Kelvin H. Brown的一些问题 OK Kelvin H. Brown Kelvin H. Brown 好像外国人名字这样 OK 很特别的一个名字 OK Kelvin H. Brown 我刚才看到 我要滑上去滑上去 看看先 OK 刚才Kelvin H. Brown有提到 OK 我们先回答 Kelvin H. Brown Kelvin H. Brown 他应该不会出现在沙巴 也应该不会出现在沙拉越 但是他会出现在西马的这个环境 那么 胡博士你怎么看呢 首先在沙巴 你会看到现在是 就说圣诞期间 甚至连那种政府部门 联邦在沙巴政府部 我不敢讲 不过沙巴州政府 自己部门 不管 谁是部长 是穆斯林也好 非穆斯林也好 基督徒 华人什么都好 肯定在他office里面有一个圣诞书的 然后 圣诞前一两天是 整个office都会有一个 这个 就说大家 整个部门的员工 职餐 这样是不是 然后那些 我最近 我今天才看到一个就是 他们职餐的时候 员工们可能也一起唱那个圣诞歌 是不是 然后甚至一些包头的穆斯林妇女员工 他们也戴上那个圣诞的那个 圣诞老人那个帽 那个红帽 是不是 然后大家一起在拍手 在在唱圣诞歌等等 那 我觉得我们有好几位领袖 就包括前领袖 当然这也都是老牌的领袖 比如说Rafida 什么他们讲 我假如唱一些这些歌 或者是听一些这些 布道什么 不代表我就是 比较 我会变成更不穆斯林 是不是 可是当然在你们西马 看起来这个课题比较严重 那为什么坦白说 为什么非穆斯林 对于现在这个政府会有所担忧呢 我觉得是主要原因是这样 因为这个政府有这个 伊斯兰党的这个 也是政府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的成员党 是不是 很多时候呢 可能 坦白讲 这政府也不是故意的要去推动一些 所谓的更为宗教化的政策 可是当一些 比如说一些宗教思维比较重的一些 公务员 可能是高级的公务员 他们突然间就推出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时候 是不是 那么现在这个 假如是以前的一些政府可能有 会某种程度上的说 不可以做到这样过分了 是不是 可是这个政府基本上是 放任他们这样做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 这整个社会这种宗教化的色彩呢 那么就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这样呢就使到很多的这些非马来人穆斯林的 就感到心里所谓的不是很怕实了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主要的这个问题所在了 是了 OK 那么其实我觉得说这一个越来越伊斯兰化的这个课题呢 其实是令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多元种族 或者是我们建国的基础 就是多元种族的这个基础 或者是世俗的基础呢 受到一而再再而散的冲击 虽然它不是国家的这个政策 但是个别政党 特别是刚才像您所说的 当伊党成为了执政党一部分的时候呢 这些伊党个别领袖的他们的言行 他们的这个举动就被看成被放大 看成是政府的立场 那么再加上政府并没有发出明确的讯息 不管是认同还是反驳都没有 那么政府的这个领袖们都静静 所以这个静静就进一步加深了 人民对这个政府或者对这个国家 逐步趋向伊斯兰化感到担忧 那么如果这个Christmas圣诞节 其实过去几年也已经开始有这个讨论的 就是说慕斯林不可以把Merry Christmas挂在嘴边 然后不可以有圣诞树的装置 不可以有圣诞的服装之类 这个似乎是每一年的 是2月24号25号都会出现的 每一年都recycle 都是重复拿来来讲 另外一个就是每一年的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 也同样的会拿来讲说慕斯林啊 你不可以庆祝不可以欢庆这个情人节啊 然后情人节有宗教的这个元素啊 有信教的元素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么对政府来说 当然国盟他现在是一个马来政党主导的政府 所以这些课题对国盟来说 可能他觉得说是有点敏感 不太想要去碰 那么他因为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管制 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成年党 他的这个盟党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会出现说失控 那么一旦失控的话 整个情况就会令到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 特别是这个非穆斯林 不过还好国家元首在今年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有放了一个圣诞的这个贺词 那么其实这个做法也简介打脸的那些 相对保守的这些宗教特色很强的政治人物 因为除了国家元首在今年我也注意到就是 雪兰娜州苏丹跟苏丹后 也有一张他们这个祝福 这个基督教徒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一张图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这一方面的这个讨论 而不应该把它聚焦在政治跟宗教 虽然说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是令人感到担忧的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的确实也是这样的 OK 郭于亮 郭于亮讲说 两位评论员可不可以总结一下 近年五国的政治疫情和经济所得到的经历 还有展望明年变化 比如闪电大选的疫情过后的新常态 胡博士 你来 我想疫情和这个经济所带来的这种互动 肯定是极为负面的 是不是 大家现在这种新常态下 出门也要小心 各种各种的反复措施等等 然后也因为这样就使到整个经济 可能本来其实在还没有疫情以前 我们整个世界的经济 其实都不是很蓬勃的成长 是不是 我们东南亚还是全世界 既说是经济成长最快的地方 是不是 而我们在还没有疫情之前 我们都觉得好像心里不是很踏实了 是不是 再加上疫情的这个到来 就是到整个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冲击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现在不要讲到那个字眼不要用到太激烈 但是有些朋友说 他们说这五亿把我们调着命的 这个是经济上不是说疫情 调着命的 这对很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 其实也就是这个暂缓 这个偿还这个贷款的这个措施 是不是 我们从3月份开始 3个月3个月3个月这样的 慢慢的延长这个所谓的暂缓 规环贷款的这个措施 这个对很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 既说是所谓调着他们的经济命脉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意思说什么呢 其实大家所剩下的钱都不是很多 是不是 那么剩下钱不是很多 情况下尤其是中小企业 可能很多情况下可能要不减薪 可能要不甚至会炒掉一些员工 如果这些情况出现的话 其实也慢慢的在出现着 是不是包括我看一些媒体朋友们 最近都很不幸的失去工作等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看就说未来的这个经济的展望 随着这种疫情的这个起伏 你看虽然出了这个叫做疫苗等等 是不是 可是那种疫情的散播也是一方面 就说一方面你有疫情的这个散播 好像越来越广大 顺务越来越大 然后OK啦你有疫苗 那么而且疫苗还没有给你注射 那比如说在未来几个月的注射 那勉强的会压一点 可是因为它的那个 扩大方也都很大了 你怎么样压啊 我看一天都可能还是会上千 上千钟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希望不是这样了坦白说 但是很有可能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经济呢 就会继续的受到这个影响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看到我们的政治人物 可能还是比较热衷于 去争夺这种各种权力啊等等 所以这个看起来都好像没有很认真的 你看先讲政府里面啊 就说他巫统跟这个土团党啊 好像都顾着自己的内斗啊 对于如何就说真正的去控制疫情啊 这个我看大家都不是放很多的心机在里面 就是人家其他国家 人家是要说是所谓全政府模式 我来抵抗疫情啊 而并不只是卫生部啊 然后国防部啊这样啊 其他部门再看看啊 这样是要整个政府 然后专心的来控制这个疫情 我们不是的 我们是整个政府看巫统跟土团党 怎么样来斗的这种情况啊 那么你还叫我乐观的做一些 就是说一些预测 我实在很困难啊 明年会不会大选啊 又是讲回两个人会斗咯 巫统很想大选 土团党不想大选啊 因为巫统可能会赢到更多议席 土团党可能会赢到更少了 是不是 那么就看他们之间的这个斗争 斗到什么程度 才会决定 会不会有这个新的这个大选 对 对 OK 好 那么我自己的简单的 我就不重够刚才胡博士提到的 那么今年的这个政治疫情跟经济呢 其实三个都息息相关 那么最重要的课题呢 是我觉得是疫情啊 因为政治的课题其实从2018年509之后 就一直都有在酝量着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 双方内部呢都有各自认为是叛徒的人存在 而疫情呢是变相的把政治的斗争给压下来 但是压下来之后呢这个斗争它并没有就此停歇 它反而变得更加激烈 它是在台底下在幕后动作的非常激烈 然后一旦疫情稍微缓和 稍微一点点缓和罢了 那么重新的搬上台面 一轮的这个施杀 那么这个疫情再加上政治的这个不稳定呢 我们的经济就受到影响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然后这个星期还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发生港口的这个货柜 所以没有办法卸货的那种情况 那么其实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课题 因为那些货物那些鲜货已经在container 已经在货柜箱里面超过一个星期 甚至两个星期 然后试想想那一些蒜头啊 这样可以等到发芽 之前我们讲的是等到花儿也卸了 那么现在是等到这些蒜头都发芽了 可是想想那个东西是有多么的这个严重 这些是直接影响到民生的课题 但是似乎没有太多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讨论 再加上这一些从外国进口到马来西亚的 不管是蔬菜 不管是鲜花还是之类的这些粮食 一旦他们卡在这个港口 没有办法卸货的话 那么最终这些东西可能会腐烂掉 可能会坏掉 那么到时市场上缺乏这些东西 缺乏这些干粮 缺乏这些新鲜蔬果的时候 价格就会上涨 那么商家很担心 包括进口这些粮食 进口这些蔬果的 包括农业新年将要到了 那么如果这些炉干卡在关卡的话 那么今年明年的这个农业新年可能要吃贵的炉干 或者是等到卢干进入市场的时候 可能性能已经过了 所以这些东西似乎没有太多的讨论 反而这些政治人物应该要关注这些民生经济课题的人 他们都把经济时间精力都放在自己的政治利益上 而不是民生的课题 那么坦白讲 从商业到现在 人民是越来越不在意谁做政府 越来越不关心谁当首相 你安华当也好 你慕尤丁当也好 还是你老马第三度回来都好 那么其实人民的这个讨论度其实不高的 那么关心的就是我下个月我的这个工作还有没有 那么我的这个公司还在不在 那么我公司的这个业绩 这些才是民众且损利益的这个课题 反而政治人物并没有特别的去关注 这些政客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些课题 这是相当相当被爱也相当的这个自己是不太乐观 那么明年的情况呢 我相信某种程度也会延续今年的情况 那么在疫情方面呢 明年的这个重点应该就是在疫苗了 那么疫情在今年的这个重点的这个讨论呢 是在疫情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然后还有各项的这个mco cmco rmco 还有各项的sob 那么这个课题疫情扩散 然后sob各项管制 明年它应该还会继续 但它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重点 所以明年大家关注的就是疫苗 那么疫苗到底如何分配 然后使用怎么样的这个疫苗 然后一些民众如果他抗拒疫苗的话 那么会怎么样 所以明年的这个跟疫情相关的课题 重点应该会在疫苗这个这个时间上了 ok 后端的阿华哥提醒我 要跟大家汇报 你今天你投的这个 投票出来的结果是怎样 就是他的问题是你的2020年是什么 超过半数的网民 投选出来的2020年是疫情 那么排在第二的是学习 以及第三是惊慌 我觉得说把投选出来的疫情超过半数 这里应该有60% 也符合大家的这个想象 特别是今年马来西亚的这个年度 汉市选出来的这个字也是这个疫 那么胡博舍你就可以 因为也是这个领选委员会里面的这个成员 那么也可以谈一谈说 这个疫它是不是真的 在年度汉市里面 马来西亚的人选出来的是疫 新生活报今天做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投票 你的2020是什么 得出来的结果也是疫情 所以这几乎可以反映出 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行程吧 的确是这样 这样应该说 在这个每年的起伏 这十大汉字 我都是其中一位评审 通常也是代表的 在评审们做一些报告等等 那么在今年呢 其实在十大汉字里面呢 最后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投选的这些 这些朋友们呢都投了这个意志 然后其他的一些字眼呢 其实也是跟这些 就是说总之跟这疫情是有关的 是不是 那么假如今天我们看到这三个 这三个情况 应该说一个是疫情 一个是惊慌 还有另外一个是学习 是不是 假如由我来排的话 可能我会把比如说这个惊慌排第一位 因为对疫情肯定也是很重要 因为疫情是造成我们今天 这么多惊慌 这么大的程度的惊慌 最主要原因 可是惊慌呢是超越疫情的 一方面我们怕疫情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怕即便疫情有好转 我们自己的饭碗还保不保 这样刚才你也有知道 是不是 我们自己的饭碗 还有譬如讲 我们假如是一些小商家 我们这么多年来 跟我们打拼的员工的饭碗 保不保得了 也许我的保不了 可是我要炒人 是不是 这一点大家心里也会惊慌 是不是 然后当然还有的就是这种正情的这种演变 当然很多朋友们我承认 也是按你所说的 就说大家 哎呀不理谁做政府 总之我有口饭吃就好了 我跟你讲 你不选好一个政府 分分钟你要口饭都没有得吃 够恐怖 是不是 为什么呢 会有人跟你抢吃 会有你做了 所以你没有资格 也没有调政治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 不管你心里对政治多么厌恶 你必须要还是要处理这个政治的 还有一个 你刚才怎么说 三个选项里面 还有一个是学习 是不是 这个也是很重要 我们要学习如何更有理性 刚才有提问 叫做Kelvin H. Brown的提问 要学习如何更有理性的 去思考和分析一些问题 是不是 不可以讲 好像很乱 政治我不理了 我就自己找吃就好了 是不是 你没有这样的 你没有这样的英文叫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余额 一个 一个 就是说可以 不管政治这样的一个 手法 来 来一个 什么说 一个空间 来去使到 你就处理经济 然后政治会 非常奇迹性的 就演变成对你有利是不会这样的 你最起码的 你必须在这段期间 反正你这样多时间 是不是 你要去学习一下我国的政治体制 如何运作 等等 是不是 然后万一岸 刚才所讲的 明年有大选的话 你也要踊跃的出来投票 是吧 刚才回应一下Kelvin H. Brown提到的理性 那么其实我觉得说 三月的喜来登政变之后 人民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理性 那么过去一些政党把承诺吹得太大了 包括这个画饼冲击 那个饼干画得太大 然后在执政的时候 没有办法对见他们的承诺 那么他们被政权被夺走之后 那么整个社会其实看清楚了 很多东西是有它的这个局限 有那个天花板的这个高度 是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突破的 那么这里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这个星期当财政部长 说独中跟这个华盛民办的三个院校 就是新纪元南方跟这个寒江都没有破款 不管是狗送是零 如果是过去的话呢 马华一定是给他的对手 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很残酷的批评 很用词很难听的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当这个东布扎夫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事实把这个现象讲出来之后呢 他身为执政党代表华裔的毛 他也有被民众批评 但是批评的声浪呢 就相对的变得更加的理性 那么大家开始讨论说 在这个制度底下 那么为什么独中没有获得破款 独中没有获得破款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么除了是政府 没有把这个独中当作是政府的这个学校 因为他们没有使用政府的这个curriculum 也不是政府这个教育部编制的这个学校之外呢 其实有更多这一方面的这个讨论 而不再是从那个被疫情的角度 就是从你是出卖族群利益的这个角度来讨论 那么其实我更期待的是明年政治上的这个议政 或者是辩论能够更加的理性 因为现在双方都知道说面对种族主义 或者是面对对方的这个强势的时候 不管你是有两息还是你有四十二息 你都要面对这个局限 而这个局限让大家回归原本的这个理性 而不是把过去的承诺吹到太大 吹到太大的时候 当你掌权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他们就会面对很多的这个质疑的声量了 这是过去整半年来我深刻的这个感受跟体会 因为之前呢在写一些文章当做出一些观点的时候 只要那个观点不符合某方意义的话 那么对方的网友对方的这个网群就会群起来抨击你 我说你是随随随随的走狗 你是吃了别人的这个狗粮 这类用心很难听的这个词汇 但是喜来在政变之后 整个情况就变得更加的这个理性 所以这一点呢希望能够把这个理性发扬光大 这是我的很深刻的感受 吴博士呢 你要我讲老实话 我觉得是有一些人是吃狗粮吃的很多的 一些政党 一些人是吃狗粮吃的很多 也吃了很多年 是不是 民众对他们的严厉批判是真的 你可以说另外一些政党等等也做不到 做不到跟做不到间吃了很多狗粮是两回事 这个要清清楚楚的分别 不可以因为都做不到 然后就想办法把吃了很多狗粮 拿到很多好处这一点呢 就把它掩盖起来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错误的 所以所谓理性思考 不可以是趁机要把一些做错的事情掩盖起来 这也是非常 漂白 漂白起来 这一点是非常不对的 然后吃了之后现在又有机会再吃 这也是很不对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自己对号入座 我到底讲谁啊 不讲谁啊等等 OK 好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1小时10分了 那么我在看这里有什么漏掉那些网民们的 他们的一些声音要如何去 需不需要回应 OK 这里还是 请问马来西亚如何摆脱这个3R政治 OK 这里的3R应该是指Race Religion跟这个Royal 就是种族宗教还有王室 坦白讲 马来西亚政治应该是没有办法摆脱这3R来讲的非常直白 如何能够淡化 如何能够淡化我们应该是讲说如何能够淡化这个3R 然后让我们的政治回归原本就是治理众人的这个事情 而不是太多的特别政客利益的计算 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中国是你的 我同意你的说法说是几乎是不可能摆脱这个3R政治 因为也不止我国 你看很多世界其他国家 就说有多元族群的 族群之间的这种冲突 甚至会演变成这种武装冲突 等等都有 我们看巴根半岛 我们看比如说中东 这些情况都有 可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只能够说我们做到能够做的事 能够做一些什么事 比如说即便你还是有族群之间的不和谐 还是有各种的宗教之间的各种矛盾 可是不代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一定要大家抢吃狗粮 其实我要讲的是贪污 大家还是大力的去贪污 你还是有一些课题 你是可以去想办法去把它处理 比如说贪污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 那么你做到你能够做的事情 然后至于你说要摆脱这个宗教 我看尤其是宗教很困难 因为宗教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潮流 大家对宗教的这种各自的这种坚持 看起来是越来的越严重 然后那种对立面也越来的越严峻 所以宗教方面是非常困难 那么种族主义这种族群之间的 只要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在政策上 或者是在整个体制上的 各种的不平等的待遇 这个也是非常困难解决的了 OK 好我们节目已经进入了尾声 从开播到现在1小时12分 那么感谢在线上的整800位的网民 你们抽出了在圣诞节的这个美丽的夜晚 听吴博士还有我这边的这个随便的这个分享 谢谢大家在过去一年对新时博报 对这个震惊800节目的支持 这一期呢将会是2020年今年的这个最后一期 那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圣诞夜晚 我们明年见2021年大家好晚安 好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